柯文哲批评补贴进口鸡蛋一颗32元 直离是图利 那赖伴回复说 根本是魅于事实的不实指控 然后要请说 不要为了转移民众党 染黑层民众党的焦点 我觉得民党政府就是很可恶 一个很简单的民生问题 他也可以把它讲成 就是柯文哲要转移焦点 你为什么不面对民生到底实实在在需要什么 我们今天做打炸这件事情 已经打很久了 又打又炸这件事情 从数字上看不出来 缺乱蛋这件事情 从我自己上任以来到现在 我已经快变成打蛋立委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 一个蛋在国内不是民生基本应该要有的东西 今天拿出来检讨他不能被监督 还要说我们要转移焦点 说他被抹黑 我觉得这个民党政的头脑真的是很有事 我跟你说 这个超市的事情最近已经讨论非常多 一家去年9月份才成立的一人50万的公司 可以拿到8万多颗蛋的进口的这个权利 到底是谁给他这样子一个能力 陈吉正部长到现在 出来解释他的说法都说 这家公司很有背景背景很硬 那就公开啊 昨天他不是叫我们调资料吗 我告诉你我办公室已经去调资料了 陈吉总 请你把资料公开 不要再讲那些废话 你的所有的解释我看不出来 你到底 这一家公司为什么 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 他可以拿相关的一个专案 而且是全国最高 过去从来没有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一家公司 可以拿到全部去才会最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一个专案进口的一个数量 我跟大家报告 过去 回来讲 我就回复赖副总统 过去他说 这个蛋的部分 他知不知道以前我们台湾是不需要进口蛋的 过去十年 我们的进口数量 是国内产量的0.13% 2019年最高也不过去 是0.31% 我们过去是不需要靠进口蛋的 你民进党政府搞到我们要进口蛋 然后今天再来检讨你进口蛋的一个专案 你可不可耻啊 还讲说我们要这个带风向 我觉得这很可恶 我补充 陈吉总部长 我办公室要的资料 你说可以调的 请把它公开出来 我上面问的很简单 你相关这一次这个专案 到底这些进口厂商 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相关的文件 还有这些报价的厂商的一个资料 跟他申请的厂商的一个报价表 请你在9月6号礼拜三之前 全部都交给本办 因为是你自己说可以调资料 我们就来公开 你自己不公开 那我就来帮你公开 以上 有人说现在这个超市是很像是淡界的云豹 那你自己调 淡界的云豹 那我不晓得这颗蛋里面会不会孵出云豹 但是我觉得呢 更像是什么 更像是淡界的小吃店 这两者之间更能够结合在一起 大家知道小吃店难免骂一些番茄炒蛋啊 虾仁炒蛋啊 洋葱炒蛋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200万的资本额小吃店 竟然负责购买快筛试剂 这件事情我们还历历在目 当年我们也就骂了三四个月 就没想到我们现在的政府依然雇我 现在反而让资本额更低 从200万现在剩下50万 然后出资的老板娘才投1000块 就可以去做上亿的这个生意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当时在小吃店200万的事件里面 政府就有聆听民意 就有学到教训 今天也不至于发生超市 这么离谱的事件了 显然民进党所受到的教训 还远远的不够 那依然在你的脸书是不是有爆料 这个单纸检验超标 甚至还有得到喜爱的客人 其实这并不是爆料 因为在8月15号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公开的新闻资讯 就是说这个里面 有验出一批残留的要紧 那但是呢 我今天要公开的打脸 跟批评我们的农业部 昨天呢 媒体去采访这个农业部的时候 农业部说 我们现在政府不再向巴西采购鸡蛋的原因 不是因为巴西的蛋品质有问题 而是因为我们的蛋已经够了 但实际上在8月15号 农业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我去挖出过去的新闻资料 农业部的这个公务人员所说的是 因为在巴西以及土耳其的两批蛋里面都验出了台湾2002年早就开始禁用的这种可能致癌的物品 所以我们不再向巴西跟土耳其两个国家采购蛋 那所以现在的农业部难道不是说谎吗 其实实际上面就是因为当初超司进口了这些蛋 检验出来里面有含有药剂的残留 所以我们不敢再继续向巴西买蛋 那我想要问的事情是 当时决定向巴西采购蛋的时候 我们的农委会当时的农委会有没有去了解巴西的这个国家 他们对于蛋的抗生素药物残留的使用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因为有一些药物是台湾不能用 但其他的国家可能可以用 那当然就会有这种地区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那导致的问题 农业部当时有没有先了解巴西的蛋 进口之后的品质可能会有问题的这件事情 还是都没有就任凭超司 50万小小的资本额的公司 就靠关系进口了这么多 比我们台农发进口的蛋的数量还要多 最后被验出品质有问题以后 才吓到不敢再向巴西进口 那请问我们的农业部 把台湾人民的食安放在哪里去了呢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请农业部公布与超司的合约 包含让我们知道你们采购了几批 每一批分别是用多少的价格去做采购的 中间所谓的补贴也好 或者是说国库的亏损也好 到底是多少钱 以及你们对超司这家公司的合约内容 有没有违约条款 如果厂商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或者是说进口了有问题的鸡蛋 有没有相关的惩罚条例 如果有的话 你们怎么会相信一家 只有50万资本额的小公司 如果出了问题能够赔得起 所以请农业部 陈吉仲不要只会升七七 直接拿出合约 让全民能够公开透明的了解 这就是最好的解邦 不然的话要告欢迎来提告 可是如果今天一旦提告了 我们都会希望在法庭上 要求农业部公开与超司的合约 以招公信 所以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公开合约 请不要告诉我们连鸡蛋的合约 都要封存三十年 evident可能是在比较 热约那东 Within 有 那么 没有 我们 有